今天呢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位巨星要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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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曾在不同的阶段 想要模仿谁 或想要借鉴谁 企业家也是这样 他们也有自己的偶像 也想模仿谁的战略 谁的处事方式 所以做自己 我是谁 我从哪来 我要去哪 是所有每一个人的问题 做自己很难 却是我们一生的话题 不光是你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各位在将来 能够看到 完全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 做自己是一辈子的路 感谢三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今天的工作高手 今天工作高手 请到的是哪一位呢 首先让大家回答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使剑的人 和使刀的人的区别是什么 凶猛的人用刀 然后比较优雅的人用剑 刀要比剑 更加势大力尘 刀尖要锐 刀背要厚 刀瓣还得活 好 在如今看来 使刀的人都在厨房 使剑的人都去做烤串去了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这位 是使刀的人 他刀法了得 来 我们掌声有请他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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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怕 好 土雷老师好 老在电视上看土雷老师 编导跟我说 他使刀的时候你躲远点 因为他在台下试验的时候 测了一块玻璃 失守了 失守了 因为来着灯锅比较暗 因为眼睛小没看到 这个灯锅还可以吧 这可以 我不是玻璃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陈志宝 被为中国朋友的一刀 我老家是河南 我在北京上班 以前是当过兵 当几年兵 当了三江兵 那当的是什么兵 炮兵 炮兵怎么练得一手好刀工呢 这个是也有点故事吧 我有老家的口音 传分华传不对 事实不分 后来这个领导说 你上那个 干厨师吧 我说不干 我说我想开车 他开车不行 你个儿小 方向盘都落不住 就这样把我 处到崔石斑 也就是一开始是 带着委屈去的崔石斑 对